我開始了解的時候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驚訝的事情 就是有一群原住民在北洲大陸那邊的發展 可是另外一部分那時候就在想說 這個研究到底要怎麼開始 然後要怎麼去 所以其實那時候也找了非常多的資源 讓我們自己能夠順利的離開台灣去做這個研究 直接到了南非之後呢 就展開這個五個月的調查 我覺得這最大的讓我感到驚喜應該是說 他們的生活方式完全就是在一些比如說生活上面的 所接觸人跟環境跟在台灣就很大的人不同 然後他們展現出來的思想跟他們的想法也 跟現在我在部落裡面認識的長輩也有一些的差異 那可是我覺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 雖然在這些差異之後他們回到他們家 他們還是讓我看得出來他們是 就是反炸這個身份 就是透過食物啊 或是透過他們的唱歌 透過他們對小孩子的這種教導 就是阿美族這個反炸的文化還是很深的在他們裡頭 我自己身為一個那時候做人類學調查的學生來說 我會覺得有很多的對我來講很多的衝擊 包括過去在台灣我們被教導好像只能 因為只好你就什麼都好了 可是就是他們在那邊就是生活環境啊 就是迫使他們可以有更多的語言的發展 所以我就會覺得就是我自己在台灣的時候 都覺得自己有很多的限制 可是到了南非之後就看到 嗯 仿炸有更多無限的可能去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野界上面是拉大了我自己的 就是看事情還有對待原住民在就是海外這種發展的一種 想像又重新被打開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我要怎麼去幫助現在的 就是台灣社會能夠去理解當代的台灣原住民在海外的發展 就是過去我不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可以做 或是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可是後來就經過這三年的一些成長跟轉變之後 我覺得以目前的我來講我覺得 關心就是台灣的原住民變成為一種人生的一種使命 就是我會想讓他們現在的狀況跟台灣社會分享 因為過去我自己在台灣生活都覺得 台灣社會理解我們原住民還是太少太少